第1236集 周围的阳间人都惊呆了 老天狗在阴间宇宙居然遇到了敌手 在他们的心中 理应碾压 横扫一切敌人才对 至于星海各地 各族人马更是发呆 舔到吴兴坤再现 让各族都震惊 想不到 不仅没有作画 还这么强大 挡住了阳间的大高手 还有彼岸花也再次出示 横杀阳间应召集高手 简直让星空中沸腾 黑乌鸦眼睛赤红如同宝石 射出赤霞 他瞬间俯冲了过去 要跟老天狗一起 合击天刀无心坤 数十上百道粗大的闪电 从魁牛的身上发出 全部轰向黑乌鸦那里 同一时间 彼岸花也在动 满天都是晶莹的花瓣 蓝色腾腕密布 其中几条化成神毛 蓝莹莹飞射向半空中的乌鸦 剧烈的碰撞 老乌鸦满身黑色羽毛奇章 噴薄出浓烈的乌光 剿灭闪电 并且正开腾腕 彼岸花生长在阴间宇宙 至于了你的上限 也敢跟我动手 老乌鸦 乌光暴涨 向着彼岸花 噴出成片黑色的火焰 然后又一次冲向天刀吴星鲲那里 傻鸟 你比爱爷爷生长在阴间才最合适 拿你的鸟命来吧 彼岸花大鹤 他周身蓝光冲销 鹦鹉暴涨 将所有的黑色火焰都挡住 并且真神扑杀过去 彼岸花 你父亲是逃犯 你是囚徒之子 也要归案 拿命来吧 这时 其他三艘大船上的九名应召集高手BG 其中一人大鹤 是一个中年男子 手持一口三尖两刃刀 直接扑杀过来 彼岸花心头一灵 这是九名应召集强者中的头领 实力非常强大 不弱于老天狗与黑乌鸦 且人在壮年 血气滔天 是一个人族高手 就这么杀过来 直接以刀锋 劈开宇宙虚空 彼岸花大好 周身突然冒出蓝油油的光芒 那是一种火焰 跟他自身交融在一起 对于一株植物族进化者来说 很痛苦 但是呢 他的确融合成功 周身气息暴涨 霹零音却足有一个星球 上游就游近地 为这片宇宙最可怕区域之一 这碧岸花成功进去过 取出部分就有火肘 盗族有人惊叹 他们的族群太古老 知道那处禁地的秘密 碧岸花 身为大掌 跟那应召集头领大战 生死搏杀 突然 一条蓝色的藤腕飞出 将远处四教年轻弟子中的一人击杀 当场被洞传眉心 而后整个人炸开 杨坚人呵斥 你对一个小被动手 算什么英雄好汉 扬花不为所动 我娶你大爷的 我夫妻是英雄好汉 结果被杨坚人给阴死了 我正常杀敌 你也好意思满嘴喷粉 来来来 你家彼岸大爷 最喜欢杀杨坚的崽子 包括你们这种老崽子 红龙一声 大战激烈 魁牛嘶吼 喷吐雷光 独自去迎战老乌鸦 吼声震耳欲聋 他身上有很多伤口 身壳剑骨 虽然很强 但毕竟受阴间等阶索压 没有进入神经 队上杨坚的这只凶鸟 到处在下风 另一边 天刀吴兴坤 跟魁牛分开后 独自大战老天狗 已经到了白热化 刀光如雪片 漫天席卷 茫茫光束 照亮宇宙边缘 吴兴坤太强大了 无愧天刀为名 老天狗很可怕 每次挥动大爪子 都是金色符号 绽放密密麻麻 他在催动法则 要震杀天刀吴兴坤 在当当声中 两人生死搏杀 能量澎湃 血气压盖这片宇宙 到头来 天刀吴兴坤手中 血亮的长刀一闪 扑的一声 将老天狗的脖子抛开 一颗胆金色的狗头 飞了出去 血液长流 天刀吴兴坤 刀斩半身老天狗 狗身瓦解 在无尽刀气中被绞碎 化成血雾 包括那浑光 然而 在愤怒的犬吠声中 老天狗再现出来 重组真身 他张开血盆大口 凶猛 猙獰无比 我有替死符 当初这必杀一击 接下来该你上路了 这个级数的替死符 那最起码 也都得神级巅峰的进化者才能炼制 显然 阴间宇宙不会有 替死符能救你一次 还能救你两次三次吗 我再斩你狗头 吴兴坤大吼 这个魁梧的大汉横刀向前 眼神也如同刀锋般犀利射人 狂把无比 整个人都要化成一口无坚不摧的刀锋 一刹那 他猛然到回刀 扑的一声 给了身后空中的黑乌鸦一击 使之淋雨凋零血液洒落 魁牛刚才遇到劫难 险些被黑乌鸦撕裂 被吴兴坤一刀解决危机 天刀吴兴坤再次回刀 向着老天狗扑杀过去 想斩杀他第二回 我操你二大爷 真疼啊 新一代彼岸王我怒了 扬花大叫 他一劫根须少了一小段 被对面那个头领用三尖两刃刀给劈断了 他满身蓝色火光冲销 澎湃起来 让远处的混沌都在击倒 扬花 不顾一切的冲向旁边 将一位硬罩级高手覆盖 彻底包裹 而后怒吼着 汲取此人浑身能量 后方那个头领追杀 扬花则不断的改变方位 在此过程中 被包裹的硬罩级强者也愤怒挣扎 法则符文无数 全部轰出来 导致扬花许多叶片 与娇小的织腕断裂 漫天凋零 但是扑的一声 最终这个人被扬花给灭了 并被吸干生命能量 你家王爷弟四杀了 已经不赔板 生命本源得到补充 再来 他大吼着根须生长 向前杀去 另一边 天刀无星空魁梧的身躯也在斩动 刀光 如朴如汪洋般向前汹涌 血量射人 再斩你一次狗头 无量纪远 诸神飞灰 为我彼岸主 彼岸话激烈厮杀 同时在大叫 我希望第五杀是个狗头 他干扰 同吴兴坤大战的老天狗 不时击射出几片蓝油油的叶子 割裂宇宙 针对老天狗 事实上 他自身相当的不轻松 虚空中 蓝色叶片凋零 在那个头领可割宇宙的恐怖刀器下 扁划许多织腕都断掉了 蓝色液体 撒落 宇宙边缘 情况非常危急 魁牛嘶吼雷霆瀑布 跟黑乌鸦颤抖 但是 这只来自阳间的胸琴太可怖了 黑色羽毛奇章 五光暴涨 阻挡雷霆 而每一次划过半空 都会在亏牛身上 留下一些可怕的伤口 血光涌现 天刀五星坤很强 可是老天狗也非常可怕 两人针尖对脉盲 杀到白热化 老天狗死后 淡金色的身体一人多高 就这么直立着 跟人类般出手 一双大爪子 跟天刀持续碰撞 火星四箭 溢出的能量 将附近的小行星都震成鸡粉 它周身金光璀璨 如同来自黑暗深渊的那邪恶神奇 一爪子搁挡出去天刀后 在吴星坤的肩头 留下几道可怖的伤痕 鲜血淋漓 险些割裂天刀 吴星坤的脖子 血液四箭 刀气冲销 白茫茫的 如同一片恒星在焚烧 凝聚在一起 化作永恒之光 向着老天狗鸡舍而去 终于 一道可怕的刀光 再次斩中老天狗 几乎将他的一条前肢 给一斩断下来 而虚空更是布满裂痕 两人杀到眼红 鸡斗不止 都在拼命 只是老天狗有替死福 这种底牌无形中 增加太多的胜算 让他自负而有底气 此地气氛压抑的让人窒息 全非震天 整片星空都黑暗下来 天狗吞乾坤 他在施展可怕的大神通 一张血喷大口吞噬一切 刹那天昏地暗 伸手不见五指神通惊事 老天狗动用最强的本命神术 要豁吞天刀无形昆 碧暗花大叫 老刀 那个头领冷笑 手持三尖两刃刀挡住他的去路 拼命进攻不让他救援 另一边 盔牛长肖彻底发狂了 跟天刀无形昆一起走到今天 生死与共 他浑身都是雷霆 每一寸肌肤都沐浴闪电 身体带着混沌器 要去救天刀无形昆 黑乌鸦打叫 红宝石般的眼睛 发出可怖的光芒 不断的扑杀 阻断 盔牛的前路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